現在又要為大家介紹 五十肩的自我伸展跟按摩的方式 首先五十肩就是大家手往上舉 往後每一個角度都有沾黏受限的問題 所以我們的目標就是要增加關節的活動度 我們從淺層筋膜先開始 所以我們先把一隻手放在胸肌這個地方 去拉扯淺層筋膜 把淺層筋膜輕輕的往下帶 手再做一個往上舉的動作 這樣子兩筋膜層之間就會有比較順暢的滑動 大家可以從這個角度先去做起 當然如果你有五十肩的話 你可能角度沒有這麼好 你可能就在這個地方而已 在你刻意的角度去做放鬆 這個動作也可以躺下來做 會覺得相對比較輕鬆 第二個動作我們可以來按摩放鬆 比較深層的筋膜 這個筋膜在腋下這個地方 在肩胛骨跟手臂的弓骨之間 所以我們側躺下來讓滾頭 剛好壓在肩胛骨跟手臂之間 這邊有很多小肌肉 這個肌肉鬆開之後 你手往上舉的動作 這個角度也能夠增加 那在這個動作我們可以做前後的滾動 也可以在某一個比較酸痛的定點上面停住 然後這個手掌去做上下的擺動 這樣都可以去按摩到這個深層筋膜 那這兩個就是筋膜的這個 針對五十肩 深層筋膜跟淺層筋膜的這個按摩放鬆的方式 那接下來呢 我們來做一個簡單的這個關節的活動 這也是一個側躺 大家側躺下來 那頭枕在手臂上面 那我們慢慢的去鬆解這個沾黏的筋膜 我們實踐就是這個筋膜有一些沾黏的現象 所以側躺下來之後呢 手在地上畫圓圈 然後呢 繞圓圈 延伸到最遠的地方 然後再轉回來 身體可以稍微有一些 隨著這個動作去做旋轉的擺動 那慢慢這樣子旋轉之後呢 你會發現你的手臂活動的角度就可以增加 那這三個動作呢 就是我們介紹給大家呢 這個關於時間的自我的伸展按摩的方式